最大的差異點是在,因為機器是不會累的,人工人是會累的,最大差異是人會疲倦,那機器不會累,這是第一個,第二個是機器比較穩定,那人呢可能因為體力的關係,因為心情的關係, 因為睡眠的關係,因為喝了一杯咖啡的關係,可能手會抖,品質就會不一樣,不穩定,機器的品質會比較穩定,這是機器跟人的差別,優缺點的差別,所以從這樣的出發點,機器就比較適合做大租宿了,租宿很多的,租宿很多的機器不會累,可是人如果大租宿就會累,累的話品質就會下降,所以租宿多的時候機器就有優點,優勢就會出來,它穩定,然後 不會累,優勢的品質,OK,可以顧得到,但是租宿少的時候呢,那就要看這個醫師的技術來做決定,少租宿的時候有時候醫師的經驗,技術好的,它可以勝過機器,勝過這個純自動的,如果你機器經驗不夠,或是沒有天分的醫師,技術沒有很純熟的, 那當然它就輸,還是會輸給機器,它就還是要依賴機器,所以就這個機器跟人工來比較呢,就取決於醫師的經驗跟技術 是否、成功後可以也這樣要來,請家族教育試的學員,帶最好的唐部、旦白師會來,是否有一些鍵盤的食品, 你要用來的水彈品,你能把雟 П�? 其實是要用來的水彈把水彈過來,如果要來的水彈,或者是ret面水彈,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